第三十二届金曲奖颁奖典礼圆满落幕了 典礼当天在后台也有精彩的影像记录 台式特别跟影像工作室合作 邀请参与金曲奖的嘉宾们拍摄动态照片 运用机械式手臂摄影机呈现运动感 更用放慢动作的手法 让每个表情看起来更加生动 典礼主持人Lulu在镜头前展现出可爱俏皮的样子 还有金曲歌王歌后们拿下讲座的心情也被完整呈现 透过动态照片进入拿奖的这一刻 最佳华语男歌手奖的蛋保依旧是酷酷模样 而金曲歌后田富珍则对着镜头举起讲座 露出灿烂笑容 还有台语歌王以及歌后许富凯以及曹雅魂 都在金曲当天留下珍贵影像 其实因为这次拍的就是慢动作 所以就主要是在捕捉得奖者的一些开心 或是可爱有趣的表情 一身彩色服装金曲奖颁奖典礼主持人Lulu 跟着机械式手臂摄影机的律动 露出各种可爱俏皮的表情 15秒的慢动作影片 每一个神情都透露出此刻兴奋的心情 除了有动态影片 现场还搭配平面摄影师 将动态转换为平面影像 每一个得奖者嘉宾来速度是非常紧凑的 对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 第三十二届金曲奖圆满落幕 不只台前精彩 主办单位也与影像工作室合作 用心准备 在后台为参与盛典的艺人们 留下此刻最珍贵的影像 记者陈山江世代陈信志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台北报道